下一套是一套比美魔法戰爭 我記得是兩季前 但我覺得比魔法戰爭好看 比美而已 接著要說的是七人魔法使 至少我看了三集之後 他吸引不了我看漫畫 我講講他有急觀感 我第一個觀感 為什麼整件事好像有很多遊戲 即是他作畫的眼繪畫風 就像現在的醫社一樣 那他人設的服裝 就像那個什麼六姐妹那間店 是呀!很像的! 你再看吧! 很像M.M.那些畫 那我整個摸摸頭 又有七條女 怎麼這麼像? 好像黑色性驚 也可以的 我看他覺得這套東西很奇怪 都是有一種 首先是極度理所當然的 男主角使出了崩壞 世界崩壞 世界崩壞級的魔法 然後接著 到他發現了 就是這個世界已經崩壞了 然後這件事 過了來之後 接著就說 只有兩個選擇 要是你又給我收了這本魔法書 要是我就殺死你 然後接著又 那怎麼辦?我沒得選 然後就說 等一下!我給你第三個選擇 然後就說他自己成為一個魔法師 但接著又說 不是!你講漏了一件最重點的事情 第一個選擇 就是給他一本魔法書 但是他會把他的堂妹 還是表妹的東西 就忘記了 第二個選擇 就殺死他 所以 當他對妹妹很重要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選一兩個選擇 他就選擇第三個選擇 就是我做魔法師就行了 那你就做魔法師了 但是 問題 這個很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第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 現在是我給你選擇 我這支槍對著你的頭 就是你跟那個賊說 要是你就自己給我的錢 要是 你就把你的信用卡號碼 所有東西給我 要是你自己給我 然後你跟那個賊說 不如我跟你一起做賊吧 不是 或者這個是一條出路 你要明白 就是這一段裡面 我覺得你是顯露 甚至是給男主角做一個表現 就是他自己的性格 或者他的 有志謀 有志謀也好 什麼志謀 志謀 我覺得他純粹不想聽人說話 然後他就跳過這段 然後就說 我聽說 我進了學 真是無厘的 那個位置 我覺得是很容易入 然後你又看到 就是無緣無故 這件事 好像說 嘩 嘩 什麼事啊 我感覺一下 自動了 不是 學生的學生說 以前是沒有表情 你又知道他很有表情 什麼事啊 中間我完全不知道 中間我問 我是不是看少了幾集 她只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他是一個 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一下 核拔的肥基 是很划算 一個穿著 明顯是學生校服 那我就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是老師 就是大概一樣 然後 然後 你看回學校裡面 所有人的實力 這個是阿sir 什麼事? 差很遠 不是娘 不是阿花 主角其實是魔王後寶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世界對魔王是否很寬容 魔王後寶的意思 你明白這條茅里 發動了世界崩壞 他整死了整個城市的人 即使他有心 無意 是一個危險的存在 你讓他入學OK 你的魔法書你還會留給他 我覺得 帥 OK沒問題 主角不小心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崩壞 在這個裏面 然後 全部人都覺得沒所謂 而最大問題就是 大家看到的 在世界崩壞裏面 是有學生 真的這樣崩壞 變了灰 然後 這間學校是完全包容 理性 理性地包容 不是阿 最重要是 在男主角入學之後 沒有人跟他說 為何管理這本書 是崩壞了第二次之後 才有人跟他說 這本書找到主題 有主題完結之後 那本書就控制魔力 那本書就是那個鎖字扣 而已 是沒有人跟他說 為何控制這本書 懂得說話 整個學校的人 真的完全主張和平非暴力 就算死了人 我都覺得 我們不能夠用以暴易暴的方式 去對付你 是吧 總之 他說的是世界崩壞了的人 其實是救不回 一開始說過那次 被太陽吸了 是啊 救不回 既然也救不回 不如 當它不存在 是那幫亂等失利 不是 處理了的東西就不存在 那就是 已經不存在了 我就覺得 喂 不要試過這麼快 然後角色又是 這角色無緣無故貼過來 真的無緣無故貼過來 無緣無故貼過來 你給一些劇情出來 有對立也好 有什麼都好 你也沒有的 那你那些什麼什麼六姊妹 又是這樣無緣無故出現的 這些遊戲 正常故事推進 就會出女角的 錯了 你看這位 出來 你是有說 會用角色去帶出 無論你世界會 或者是 這個學員裏面的一些對立關係 無論什麼 魔法師的對立關係 魔法師的主題也好 有什麼特色 魔法是怎樣出 甚至深考其他東西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說 證明這個不是重點 都說這裡是幾多的遊戲 是沒有設定的 你看到設定是什麼 設定就是 男主角問你喜歡什麼類型 然後我喜歡巨魚 然後又說 那個就是設定 那個才是設定 你們全部都錯了 你看到男女角色 失行到這個地步 而更加瘋狂的一件事就是 當主角說 我選好了主題了 我就是用傲慢的分類裡面的控制 支配 然後一出招之後 所有女人爆衣 OK 第一個位置我覺得 所有都是Model E 沒問題 但之後有一條女 她明顯穿著那套不是Model E 是校服來的 都爆 照爆給她看 這些才叫絕 這些才叫絕對的支配 這些才是魔王級數的魔法 很無謂 整套東西裡面 我看了三集裡面之後 然後無緣無故 然後第三集就說 學校因為被你弄好 所以我們去修學旅行 所以我們去修學旅行 開頭說 蛤? 認真? 當然啦 你有沒有看錯 不是啊 你去完修學旅行的時候 那些員工才可以弄好學校 就是 殺了人 發動了魔法 殺死人的代價 就是 去這個 修學旅行 修學旅行 幫人煮臉 不是啊 魔術師是這麼想的 你看第一集 暈了殺死人的人 都是說 收穫魔術師 其實很少事 可能是 很廉價 魔術師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深信 魔法師是專業的 死的學生 是魔力很低 沒有所謂 死多幾個功能 死剩男主角 那死剩男主角就不行了 他一開始就是 他硬是 已經出了 七個魔法師 已經出了六個 好像已經是 他一開始 已經第一集 已經介紹了 除了有一個 除了有一個 其實我在想 校長跟他說 我們這個學校 有七個魔女 然後告訴你 你旁邊的老師也是 然後逐個介紹 都搞鬼 然後他就告訴你 你要怎樣 救回你表妹阿聖 你支配那七條 彈散就可以了 然後他說 有什麼關係 不要跳得這麼快 大哥 他就要說 魔法師 就要鑽研自己的主題 然後就是什麼呢 連主題都沒有介紹過 究竟是什麼為主題 然後主角就說 我選了一個主題 我就是要選支配 選什麼支配 選復活就算了 是啊 搞不了什麼 他沒有死過 復活 那就再生 那都不同 創生 創生 創生科技批不到 你有沒有看電視 他還沒死 甚至覺得 魔法戰爭都起碼就是什麼 他也硬給我解釋過 雖然我不接受不到 但是這裡還說 不是有些條理 你不明白的 這個故事真的沒有什麼甜蜜 總之主角 想要什麼就什麼 因為他是支配 不是 他連故事線都很混亂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是啊 故事算很混亂 但是他做了個劇情出來 他又不是推進故事 又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留意回 補回《夜人者》一句 第一、第二集和第二、第三集中間 你總是覺得好像有些東西 不是 第一集應該是有零集 第一集中間是有1.5集 第一集中間是有1.5集 第一集尾到第二集 應該是中間又是有多集 而第二集裡面 也是有2.5集 而2.5集之後 去到第三集中間 也是應該有1集 其實這裡應該是有6集的範圍 在裡面 即是如果他有兩季 就一定有16.5集 其實他是不是在剪刀不即 剪到這樣 這個我真的覺得 要聽眾話題 究竟原作是怎樣 但我真的沒有 原作都是這樣的 我說錯了 這麼大禍 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這套 說什麼 七人之王話事 那七個人 即是你用這個做標題 那七個人應該是主角 但我覺得那七個人是Cafe 那七個人被一男一扣 沒什麼 不是 純粹是被扣 所以會不會又是 好像其他動畫那樣 純粹是賣角色主導 即是不太在乎 劇情是怎樣 這些角色 會不會有吸引的地方 沒有吸引的地方 暫時我找不到 對嗎 純粹是屬性的 這些就是女遊戲 我不吸引性力的 我是劇情力的 我是劇情力的 這套沒有 你是不是考慮放棄 我絕對是會放棄的 這套東西 我留待給有志之士 我們這一套到這裏 我們下一套到這裏 我們下一套到這裏